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六 现在在车上了 已经准备离开奥克兰了 在朋友家待了几天 在奥克兰也玩得很尽兴 主要是这几天的天气 非常非常的给力 朋友也很热情的招待 昨天呢 出去逛了逛街 挺开心的 有很多店呢没开 因为过新年的过 所以有一点点惋惜 但是没关系啦 因为下次还会再来的嘛 所以下次再逛就好了 总的来说还是挺不错的这一次trip 那现在呢我们又前往Tarple 在那里会停留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再回惠林顿的 这次的旅程还挺开心 是不是 大家开心吗 很开心 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开心啊 萱萱开不开心 今天是萱萱的生日哦 萱萱生日快乐 两岁咯 招手拿 老公开不开心 非常开心 带着一丢丢的不舍得 离开奥克兰了 我们现在返回Tarple 沿途又可以观赏到 新西兰的自然风景咯 新西兰的自然风景 是我最喜欢的 每每看到呢都会觉得心旷神移 心情非常舒坦 大家不要以为姐弟俩 每天都在和平相处 看看开始欺负了吧 不过弟弟还好 就是姐姐碰碰他吧 他不会哭 两个人之后又会嘻嘻哈哈的玩到了一起 真是服了他们了 他俩这次长途旅行还不错 就是坐车的时候完全都没有闹 非常enjoy坐在车里面 两个人继续在车里面玩耍 被我培养的两个娃 现在看见镜头就非常有镜头感 一看见镜头就会嗨起来了 说这么快我们就又回到Tapu咯 Tapu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好呢 蓝天白云那天记得超热的 哈喽大家好 现在呢我们就到Tapu了 那刚刚呢才到Motel 给两个孩子准备了一些水果吃 他们在这里吃水果 看到没有 能看见吗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好吃呢 出门前朋友非常贴心 给准备了葡萄 还有切了一些梨 然后装的袋子里给我们 他们现在可能饿了 就正好能派上用场 让他们先吃吃水果餐先了 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这个room吧 嗯 进来呢这里就是 哇摆的好乱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餐桌吧 然后那边是厨房 然后这里我刚拿了盘子出来 忘记关门了 然后这上面有空调把它打开了 今天挺热的 然后这是音响 然后这里有一个spare的床 然后这里有幅画 然后洗手间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还蛮大的 这样还挺方便给孩子洗澡的 然后这里就是这样 哈喽 今天就穿的很casual 开车嘛 怎么舒服怎么来了 就很casual 然后下面是短裤 能看得见吗 短裤 然后洗手间就是这个样子 就简简单单的吧 也没有说太复杂 这边就是独立的厕所 然后这边是一个 king size的一个bedroom 然后晚上可能两个孩子一起睡 然后这是一个电视 一个柜子 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样的 这边还有个镜子 然后这一样也是一个 电视一个柜子 这边也是同样一个king size的床 我们本来想要两个单人床的房间的 但是它没有了 因为new year的房间非常紧张 所以有房间已经不错了 所以我们就赶紧把它定下了 不然的话连这样子的房间都没有了 那一会儿呢 老搞孩子们 我们可能就会早点出去觅食吧 这样子晚上早点回来 大家洗洗就可以睡觉休息了 主要是两个孩子 怕他们太累 大概就是这样子 Oh by the way 今天是仔仔的生日哦 然后我一大早呢 就在ins上跟大家分享了 仔仔今天生日 她两岁了 其实我还挺感慨的 觉得两年过得真是 说快不快说慢不慢吧 就是蛮感慨的心里觉得 两年前的今天 我才刚刚把仔仔生出来 时间也过得蛮快的 可能下午呢 会给她小小庆祝一下吧 那老公说回了惠林顿 再给她再庆祝 那目前暂时就是这么决定的 然后我很impress我的指甲油 我的指甲油坚持了有 今天是第几天 今天是第四天了好像 一点都没有掉 好神奇 我查了一个topcode 回去再给你们分享一下吧 我觉得还挺棒的 我还带了指甲油 带了蟹甲油那些 都没有用 因为保持得很好 一点点都没有掉 挺棒的 看着两个小家伙 我每次都会不自觉的 嘴角上扬 他们非常棒的一点 就是很爱吃蔬果 所以呢 完全不用逼 假如旧 我来看 我去看下来啦 我去看下来啦 到我看下来啦 我去看下来啦 对呀 吓到你啦 我去看下来啦 我们就出来逛逛了 哇 那天中午真的是超级无敌热 给两个孩子都擦了防晒 戴了帽子 走了一小段路而已 身上的皮肤被太阳晒得 都觉得有点疼 走着走着 雪儿就奔向那群海鸥了 小丫头最近看见海鸥 非常的激动 再看看仔仔 好难想象 他已经两岁了 大高仔啦 有很多同学问我 有没有教他们讲广东话 没有特别的教 但是时不时呢 我会跟他们说一句两句那样子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自然的 pick up吧 就不要太push他们了 好啦 实在是太热太热了 我们就决定开车前往虾场 吃虾了 每次来tapu呢 都觉得好像一定要去虾场吃过虾 才叫做来过tapu 虾场已经成为去tapu的必去景点之一了 哈喽 我们到虾场了 这里除了吃虾以外呢 旁边还有一个钓虾公园 就是可以在里面钓虾 然后钓到的虾呢 就可以带到这个餐厅来做吃 这里我们已经非常熟了 所以进去之后呢 毫不啰嗦的马上点餐喽 说这么快菜就上了 哇 开始吃咯 OK 用我的相机刹过去之后 就可以开餐咯 耶 吃虾喽 两个孩子也吃得非常enjoy 我忘记给大家拍一下另外一边了 另外一边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户外的桌子和椅子 就是你可以在户外吃的 因为那一天呢 太阳实在是太晒了 所以怕晒到孩子 我们就选择在室内 但是它门是打开的 所以其实外面的风也能进来 那在那边呢 就是一个湖 那在那个湖里呢 就有一些活动 比如说是快艇啊之类的 就很多人在那边玩的 看得太热了 雪儿的头发都扎起来了 吃饱喝足 我们先去超市咯 如果平时我自己带两个孩子 去超市的话 就会是这样子的情形 就是两个孩子坐在一个戳里上的 有一点Super Mommy的架势吧 在超市买了点东西呢 我们就回motel 休息休息息息息 然后就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又要赶回惠灵顿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是星期天的早晨 八点三十五分吧 我们现在呢就从TOP回 我这卡盘了 就从TOP回惠灵顿了 这一次的旅程呢 我们觉得非常的愉快 很满意 然后两个孩子呢 也很乖很配合 所以总的来说挺棒的 挺开心的 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下一次能够尽兴地再逛逛街了 然后可能没逛够呢 看两个孩子 哈喽 看看哈喽 哈喽 哈喽 蜆蜆在挥兔兔呢 你在挥baby呢 你说拜拜 谢谢大家观看 你说谢谢观看哦 谢谢观看 哦 你说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 今天的这个Vlog我想我们就end到这里吧 回到惠灵顿之后可能都会挺累的了 然后还得收拾收拾 这个旅游的Vlog就end到这里 希望你们真的看得尽兴吧 我这几天呢 都在不断的录一些Club给大家 希望你们觉得看得enjoy 那就这个Vlog就end到这里吧 我们下一个Vlog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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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